孟靨 她平时自己住啊 她爸回来 就把顺便收拾一下 住商铺 怎么不申请宿舍呢 带着她一起 看我们这一行呢 要是真有任务时 工作时间不低 怕孩子坐入宿舍 也是别打扰作息 而是看他爸经常出去 胡乱担心 现在的孩子都聪明 他知道他爸是干吗的 那不照得担心啊 而且现在很多的 排爆电影 他看了都不会好奇 问你们嘛 通常我们的回答都是 电影里都是瞎编的 没那么危险 原来都是真的 挺危险的是吧 朋友也不能说吗 一行一行的不容易 没什么可说的 就这些 嗯 他爸都不给他买衣服的吗 而且租房子 怎么不租一个大一点的呀 这爷俩住这儿 会不会太小呢 你爸妈呀 哦 陆叔叔和 大概也许可能 是他的校友 你这小孩说话 我怎么没听懂呢 陆队来了 我打个招呼 人家培养感情呢 他们在帮你收拾行李 帮你搬家 这些年 西里方能收拾照吧 关门干吗呀 外边孩子看了 误会了 关门好说话 他父母离婚了 秦宁与争取到儿子 但是他内心觉得 耽搁了小男的妈妈 给对方补了不少钱 这样啊 他现在养父母 还要养儿子 不敢能花钱 是 衣服我收拾好了 书你熟悉你收拾吧 我先出去了 我们说好天长地球 却终要走散 等到慢慢放下 抵抗任时光流转 不曾向爱情迫失离情磨难 那梦 我爸说他 他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知道了 让我看你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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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出去了 不然孩子误会了 出去 啊